而台东社造静态展 都兰社造表示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无法群聚 不过却也发展出 有趣的交流和连结 他们收集了老照片和故事 转换成为 着色的明信片 让部落长者 以及小朋友们 接力彩绘 也成为了推广当地文化的素材 台东限定的社造静态展展区现场 以融入社区风格和行动金句 点出社区发展特色 而社区也各自准备 记录一年来的成果 像是都兰社造 搜集老照片与故事 转换成着色明信片 让部落长辈和小朋友彩绘 也成为推广当地文化的素材 今年我们仍然跟去年一样 注重待肩交流 然后我们延伸到去做社群连结 所以今年你会看到 各式各样不同的社群 都兰其实已经是很有名的联合国了 所以我们各个族群 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图案里面 就已经包含了各个社群 包括那个小朋友 她其实是 她的妈妈是越南人 我们连姓一名 我们也隆族既然 然后一样的是用 以前的老照片老故事 然后呢 画成着色图像 很容易的让小孩子 跟老人家一起参与 然后进而达到文化的传承 还有传统的意义这样 这次因为疫情关系 无法群聚 不过却也发展出有趣的交流与连结 看到赋能群聚的时候 我们其实真的很头盗 那经由一般的努力之后 就达成了说 我们今年可以做 一样的做我们的活动 但是我们改成接力赛 所以一样的着色图 去年是大家一起作画 今年呢 改成先有老人家作画 先有小朋友作画 然后再有老人家接力 接力完了之后呢 再有小朋友作画 你在每一张的图画纸上面 后面都会看到三个不同的名字 那三个呢年龄阶层可能家 都会有七八十岁的差距 在疫情影响下 社区工作 虽然遭遇许多执行上的困难 但参与的十一个设造点 以及社区伙伴 仍认真完成精彩的行动 展现出台东独特的社区态度 就陈安如台东市报道